俄罗斯总统普京于9月12日参加东方经济论坛时表示,俄政府知道涉嫌斯克里派尔中毒外,的两名嫌疑人究竟是谁? 他们并非英国所认定的执行总统格鲁乌的特工,而是普通俄罗斯人,普京希望这两人可以在公众面前说出事实,就在发出呼吁之后不久,嫌疑人之一的亚历山大彼得罗夫接受了俄罗斯24小时电视频道的电话专榜,他表示自己将会在媒体和民众面前讲出所有的一切,普京不过,正是这位彼得罗夫, 在英国曝出他与毒杀案,有所牵连时,表示自己从来没有秘密前往伦多尔,也未曾去毒害斯克里派尔,毕竟,以上话语是在俄罗斯RT电视台顺藤摸瓜找到他后,尤其心口说出的,在9月12日接受俄罗斯24小时电访时,这位托穆斯克维利亚, 只要公司该公司隶属于俄罗斯免疫生物药品公司为基业,德顾原拒绝评论有关他的指控,并把说出真相的时间模糊的定义位再晚点吧,我想,或许会是下周,就在这一关头, 斯克里派尔的之女维多利亚,已随即发表看法,自称了解彼得罗夫、波士罗夫二人底细,他的工业和普京总统并无太大差异,同样认为波士罗夫本人不过是普通公民, 维多利亚,维多利亚表示,他有自己的信息渠道,知道他们不过是普通人而已,所谓彼得罗夫,波士罗夫射选毒害斯克里派尔仪式, 不过是死亡的猜测,并不符合事实,而且,根据他所获得的信息,斯克里派尔中毒史,真正的亚历山大彼得罗夫,根本就不在英国, 彼得罗夫、维多利亚两人,最近透露的讯息很有意思,如果彼得罗夫真与此案无关,他为何不在英国怀疑其身份之后,立刻站出身来表露一切, 维多利亚又究竟掌握着怎样的信息渠道,他凭借什么而认定二人一定跟此案无关? 这两人于9月12日透露的讯息,在当下并未及到积极作用,云山雾罩一般的表述, 反而使斯克里派尔中毒案的案情更加复杂,彼得罗夫英国方面虽然摆出一系列物证, 但既没有出示彼得罗夫、波什罗夫二人护照首页的照片,也没有拿出两人的英国签证, 这些信息无疑有利于对这两位嫌疑人进行调查,如果有什么不方便透露, 马赛克就是了,英国政府为什么不将如此强力的证据公主于众? 目前看来,彼得罗夫、波什罗夫还是不能脱离干系,波什罗夫一直默不发声, 仿佛人间蒸发一般,彼得罗夫在接受RT电视台, 俄罗斯24小时采访时充满矛盾的言语也加大了笔者的怀疑, 彼得罗夫将会说出什么? 期盼下周可以赶快到来,2018年9月13日,作者,刘鹏。 期盼下周可以赶快到来,